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发财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周末愉快 今天我们公司的电话 在我的节目结束之后 可能会被灌爆 老船长,你讲真的、假的 你看我节目这么久 我什么时候一开始就先提醒你啊 我怕你这一集没有看完 到时候你又跟我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然后然后怎么样 然后你错失了一次 请你听好哦 今年哦 2019年的今年哦 朱年哦 听好啦 朱年在讲你啦 发财的机会啊 老船长 真的这么有把握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这个节目云端都会一直保存的 我把我的看法跟观点 跟各位报告 然后你自己决定 你是不是那个电话报线的其中 一位幸运的观众 好不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常讲哦 股票市场 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在事后回头看一档股票的时候都非常的懊恼 哎呀 这只股票现在怎么已经涨了一倍了 我当时还有看它 我还有每一天怎么样 记录它 最后它涨上去了 我没有把握住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啊 我什么仇都报了 我来到股票市场 我输掉的钱 我全部都可以赚回来了 该有多好 而这中间只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等一下我都会拿证据给各位看 我不是坐在这边乱讲话 我相信我讲到这边 很多观众啊 与我心有七七烟啊 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 你可能今天买这个赚了一点点又跑了 然后明天换那一支 换来换去 然后有一支叼住 打死不卖 加码摊平越摊越平 最后怎么样 你前面赚一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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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次赔光 还倒赔不够 真的老船长 那你这样你这一集 我们一定要看下去哦 非常好 所以如果说 在一个有大行情的股票市场 就接下来哦 那如果说都没有行情是空投市场 那这一集各位不用看了嘛 对不对 那不是讲废话吗 但是我一直都跟各位说 我是做多的 这个盘我是看怎么样 大好大多头 但是呢大多头 它不会这样直线上去啊 因为这是大盘嘛 所以它会一直不断的洗啊 洗洗 洗到散户啊 生不如死啊 到最后最高点的时候 回头一看 你们没有赚到钱 然后叮咛叮咛摔下来的时候 全部都有参与到 真的老船长你知道吗 台北股市哦 那一万点上去多少次 每一次最高点都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所以今天这一集在周末假日 五六日三天啊 我不管你什么时间看到 你真的电话要拿起来 我没有在做生意啊 因为我没有收各位一毛钱 这也不是行销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人人怎么样 都希望 可以赚到的 梦想 但是你去问 几乎所有的人哦 都赚不到 其中有一位你问他 你有没有赚到一倍 有的小小米 你赶快跟他请教 他是散户啊 哪有可能 他说因为他出国留学啊 股票丢在那边不管 回来一看啊 哇 涨一倍 这一种莫名其妙涨的 赚到的 有 那是极少数 大部分的投资人 是不是每一天都会盯盘 只要你盯盘你就完了 我告诉你 那个主力 一定让你恐惧跟贪婪 我讲完了 老船长 那真的是 那这样好不好 你跟我们讲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它有机会 我讲有机会 没有保证获利 我们这个节目都有录制的 都有证据在 我从来不会保证获利 我说它有机会涨 涨一倍 等一下我证明给大家看 老船长你跟我们讲 我们一定怎么样 就从头报到尾 你知道散户也很会 催眠老船长 你知道吗 散户以为他这样讲完之后 然后我跟他讲一档股票 然后我就相信他 他就会一直报 报他涨怎么样 一倍 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他一定每一天紧盯的那个盘 一往下跌开始 这个老船长可恶至极 骗我们怎样又怎样 这一支股票怎么样 害我们杀在最低点 我直接帮你接下一句 你杀完之后怎么样 开始一路往上拉 早知道我就听老船长的 我不要盯盘看 因为我盯盘看 我一定会怎么样 被阻力修理 所以你回头去想 你这一辈子在股票市场 其实你眼睛瞄到的 你印象中 是不是都有好多股票 你看他一眼 但是你没有去做他 就他哒哒哒哒哒涨了一倍以上 或者是怎么样 你曾经买到他 赚了三毛五毛 最多一块你就跑了 对吧 那我们要来一个结论 有两点 第一点 主力他会坑杀散户 他会不断的洗盘 这是第一点 所以投资人没有办法 因为投资人喜欢钉盘 没有办法赚到这个钱 第二个很重要 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投资人爆股票的信心不足 那为什么信心不足呢 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只股票 后面有什么消息 资讯利多 还有谁要做 如果他知道了 他很坏的嘛 对不对 那你就会摆着 你就不容易被阻力洗下车 这个是很重要的 人家讲朝廷友人 好办事 但是这个跟内线交易 又有区隔 内线交易是公司内部人 内部人包括什么 最重要的主管 你们去看法规 我懒得念 我们考分析师都有考 那内部的这些 所谓的内部人 他们在公司还没有 发布消息的时候 先怎么样 做买进的动作 那这个叫做内线交易 但是这个很难查 我讲真的 从以前到现在 台北股市这么多年了 有办过几件出来 很少 有个谁的名 内部人他知道之后 他叫他一个张三理事 王二马子 随便一个朋友 用户头大量买进就好了 那你主管机关要怎么查 你很难查 对不对 除非你们有通联讲说 我跟你讲内线 人家都约出来喝咖啡 在外面偷偷讲 然后那个人分散 偷偷买 对不对 不容易查得到 所以内线交易 要起诉容易 要定罪很难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的 绝对不是内线交易 主管机关 我们这个绝对不是在教观众 内线交易 我们在告诉观众 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这一支股票 他看得到的 还有你可以想象得到 他未来接下来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政策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公开的资讯影响 然后他往上大涨 这个投资人往往不做功课 不用功 再加上头顾老师 他因为每一天要想办法招收会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涨庭他讲这个涨庭 那个涨庭他讲那个涨庭 但是偶尔一直冒出来涨庭 之前都整理了八个月 谁会知道嘛 除了我们的操盘系统 那电脑的部分可以锁住 那你不安装 我也不勉强你不管 其他的时间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是不会去注意到这些 已经整理很久的股票 都去怎么样 去看那个哇 现在怎么样 成交量爆大量 非差东差在讲的股票 这个投资人很喜欢 然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然后这个到底后面 有没有要做 或是他的基本面分析 也都不管哪些 冲进去再说了 然后就套牢了 因为为什么 大家都冲进去 冲进去的时间不对 然后发现 哎呀 完蛋了 又套牢了 那怎么办呢 再寻找下一只 周而复始 你永远在那个漩涡里面打转 所以各位 你们现在看我节目 对不对 你股票做多久了 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你是不是还是一直在输 所以如果说 你知道 刚才那两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克服掉 然后呢 你会重压一档股票 那这样这档股票 如果涨一倍 你就可以报酬了 比如说你是两百万来到股市的 你输了只剩下一百万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买一档股票 他是真的有机会涨一倍的话 那你什么仇都报了 结果不是哦 你剩下一百万 心就更慌了 这个再买一点 那个再买一点 你的胆越来越小 你照S光 你的胆小到最后剩下一咪一咪啊 没胆了嘛 因为人是英雄 钱是胆 对不对 那老船长怎么办呢 最后你就是剩下 两百万剩一百万 一百万到最后剩下十万 然后怎么样 黯然的离开股票市场 我看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当分析师 我要想办法 我的节目一开始就讲大家发财 我希望你们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我给你们最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公司电话会 爆现的原因在于说 各位请你注意看 顺便帮我做证人 我在前一阵子 是不是有曾经给各位看过这个召集令 叫做红船长部队 加联益代进代出 这个是免费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会员呢 是买在起涨的这一天 那我说观众你有的人来找我 这个召集令呢 我们会带你出 就出这一天 最高的这一天 那现在的老师呢 还在等解套 因为现在台面上老师是买这里的 在等解套 万一来到这边不行就下去 那就玩了一个蛋 招了一个高 对不对 那可不关我们的事 就你当初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召集令 有对不对 好 那下半段的节目 我会开牌 我会拿第二张召集令出来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 百分之百完美的成功之后 代表我不是玩假的 那你们就回想一下几天前 也没有多久前 一两个礼拜前 你如果照我做的 加联谊 这个是开胃小菜 那个波段你是大赚的 那接下来这一支才恐怖 导播 用人工智能带您突破困境 克服贪婪及恐惧 迅速累积财富 实现人生的梦想 速播智能专线 02-81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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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那一天打电话进来 当时电话也接近报线 因为有加联益的人非常多 加联益是量很大的股票 在台北股市 那当初我们在会员买的时候 买起涨点 我知道很多人看我节目 就进去跟单 所以呢 我就发了一个召集令 跟大家说 这是红船长部队 你不用交钱 我们代进一定代出 好啦 电话接近满线 因为那个时候 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有的人还在怀疑 还在观望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真的就在这一天 会员也出 然后也通知 当初有留电话姓名的 全部叫他们出清 然后怎么样 摔死之后呢 这两天加联益反弹 这根本没有量 你要注意啊 这个我跟你讲 不要再听那些鬼扯 那些头骨老师带你买这里的 你会费是交给他的 续约升级嘛 对不对 老船长是买这里第一天啊 我也不会给你买这边 买这边你要耗一个月 就是买第一天 那当时我在讲 加联益的时候 也没人相信 但是后来这个加联益中间有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他这样摔下来 对我们没有影响了 因为呢 我就做到了 说到做到 我带你出 就出最高这一天 100分 好 现在我要 把另外一张召集令拿出来 我一直讲 加联益是开胃小菜 接下来这一支 就很像我节目上半段讲的 除非你没有看我上半段的节目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要乱来哦 我这个掀开来的话 人生的财富就在里面哦 请你照过来 有没有任何一个字你看不懂的 麻烦你问小孩子 大概国小三年级就知道了 凡是有这一档股票的 或者是你想操作这一档股票的 我先讲哦 这不是行销哦 我没有收费 完全义务性的 我只有一个宗旨 我带你们 我想尽办法带你们发大财 你也不要问太多 我这样子形容 加联益这一段叫做开胃小菜 我们不会跟他做长的 真正的 真正的你注意看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涨幅超过一倍 超过一倍你听得懂 超过一倍 好 现在重点来了 各位注意看哦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上尾投控去年这个时候爆量 开始涨超过一倍 现在又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老船长哦 他有没有机会这样子 你要看月份哦 关键是在月份哦 三月底四月开始飙 现在是在三月底四月 有没有机会开始飙 你注意哦 老船长为什么一直叫你们注意这个时间点 第一个 大家知道四月五月就开始越来越热 天气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吵 哇这个冷气一开啊 这个电啊 这个不得了啦 万一又要跳电了怎么办啊 政府啊也伤透脑筋啊 哇大家又要吵核四是不是要重启啊 对不对 请问去年有没有吵得很厉害 有没有 你回答我 你去看去年的新闻 是不是政府也是被骂到 哇 很紧张 每天就盯着那个台电了 看会不会跳电了 这个时候风力发电哦 诶 就是一个先进国家 我们讲英国够先进吧 德国够先进吧 他们也发展风力哦 风力发电哦 对他们来说 英国未来要提高到30%哦 各位不要小看风力发电 我没有说要不要用核四 我这个节目是财经节目 我不是搞政治的 所以不讨论要不要用核四 但是我主张一定要发展风力发电 因为它是无污染的嘛 它是环保的嘛 而且科技已经成熟了嘛 对不对 这个有谁可以反驳的 没有人可以反驳 对不对 那你注意看 这个时间点很微妙 哇 夏天到了 可是今年跟去年会不一样哦 去年这个时候 有没有说要总统大选 没有哦 今年这个时候会不会慢慢接近总统大选 那总统大选的话 在野党一定会讲核四的问题 那么执政党一定要拿出成绩嘛 对不对 执政党如果说我不要用核四 那你有什么绿能发电 里面有比较渐渐 现在已经正在进行是ING哦 风力发电已经ING 资料太多你们上网去查 你们自己去查 但是呢执政党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有资源 我只能点到这边 所以我说叫做总统大选牌 各位听得懂吗 你不相信老船长 你就看天气越来越热 就会开始怎么样 有人要炒电费是不是要涨啊 会不会跳电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什么 绝对不是烧煤炭啊 那个空气污染的指数啊 对不对 林佳龙就是这样子选书如秀燕的嘛 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在那边强调说 我要烧煤不要用核四 我要烧煤不可能 一定会强调风力发电 政府有没有在做 有 百分之百有 进度呢 很顺利 各位自己去查 到时候呢 政策面是怎么样 积极推动的 然后呢 这家公司去年 为什么赚超过一个股本 因为它处分资产 对不对 那老船长 完了 今年没有处分资产的话 那不是整个EPS掉下来 你放心好了 你后面等着看 我就跟你讲一句话 你后面等着看 那它配息五块钱 五块钱听得懂吧 现在殖利率将近五% 很不错 它在这边会震荡洗盘一阵子 然后怎么样 我认为它洗完盘之后 各位注意 它在这边会震荡洗盘一阵子之后 再往上喷 谁看好 外资看好 不是只有一家 投信最近开始 一直在偷偷的买 偷偷的买 偷偷的买 那这后面没有故事 但是我跟各位打赌 你自己进去做 一定被修理 那它去年涨这样 涨超过一倍 万一它今年 我告诉你 它今年会不会赚超过一个股本 大家就可以走着瞧 你们就边走边看 我已经先提醒你了 好不好 然后呢 又有 今年又有总统大选的题材 对不对 去年可以这样炒一倍 那今年呢 可是我跟你保证 你绝对会被洗下车 那如果 我讲如果 如果它今年 炒不止一倍的话 各位什么仇都报 哎呀呀 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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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那么多 人家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题材 不然也请你告诉我一支股票 我刚刚讲的都是真的 外资再买 投信再偷偷买 选举牌 总统选举的 这个 哎这个题材啊 各位看风力发现这个题材 不会炒吗 绝对炒的嘛 是不是 但是这个没有内线交易啊 这个是到后面大家才会发现嘛 哦原来它去年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喷嘛 对不对 那今年就算它不喷嘛 它先整理一下再慢慢走也可以嘛 它可以采别的模式嘛 它可能主力 它不要让你猜出来 它怎么做 可能这个时候它的筹码很稳定 都在自己手中 所以它一波拉到底嘛 那这边如果它货没有吃够 它会稍微再洗一下嘛 你明白吗 那我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够跟你讲得太明嘛 所以我才说召集令这个不用钱 你今天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任何时间都有人接电话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一定抱现 因为上一次的加联益啊 没有来参加的朋友啊 结果呢 现在加联益还套在那个地方啊 本来可以大赚哦 完美的怎么样操作哦 只要你跟着我要不要花钱 一毛钱都不用花 这一档 这一档 我拼了命啊 要帮各位找一档股票 把2018年你们输脱库的钱赚回来 我告诉你啊 很可能就是这一档 很多东西它错过了就不会再有啊 你不要以为天天都有股票等着你啊 你要操作的朋友 你今天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会带着你做 带你进去 我个性一定带你出 完全不用给你收费 老船长你怎么这么好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你们各位先发大财 然后呢 你才愿意付出 我不计较 我今天我来这边做节目 我要让你们知道 有头顾老师是拼了命的 要把你们当猪脑袋控制 而我是先拼了命 让你们赚到钱 证明我的实力 各位听得懂吗 电话在你旁边 周末假日你一定要登记好 你如果没有登记好的话 这一支如果真的给他飙上去 飙一倍的话 对不起 你不能够怪任何人 只因为你不愿意把电话拿起来 只要你登记 我们一定待进待出 5 4 3 2 1 电话瞬间抱现 耐心拨打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